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书刊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乡下人的杯葛这本书和电影 究竟能告诉我们关于J.D. Vance什么? 这本畅销书和其备受批评的电影改编 揭示了川普新任副手的真实面貌及其自我认知 J.D. Vance并非因立法能力而被选中 而是因其极端MAJ言论和对川普的忠诚 他的知名度来自那本2016年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杯葛》 而这本书引发的反应更多是关于观众本身 而非Vance或书本内容 Vance的政治观点随着时间变化 从最初吸引精英阶层到现在的MAGA转向 他始终是一个善于取悦权利的变形者 想知道更多关于Vance和他那四真四假的政治故事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J.D. Vance唐纳德·特朗普新任命的2024年竞选伙伴 并不是因为其立法才能而被选中的 他作为俄亥俄州参议员的任期还不到两年 这是他的第一个政治职位 Vance之所以脱颖而出 除了极端的MAGA 让美国再次伟大 言论点 一种显然对特朗普的效忠 以及前总统对蓝眼睛的偏爱外 还有他因多年来自风为白人工人阶级不满的代言人 而磨练出的高知名度 横于主流媒体的熟络 这种知名度来自于他2016年的畅销回忆录 《香巴佬的碑歌》 该书于2020年被导演朗霍华德改编成为Netflix电影 2016年 这本副标题为《家庭与文化危机的回忆录》的输出版时 根据不同的观点被错误的宣称为 一本关于在阿巴拉契亚长大生活的感人回忆录 一幅描绘白人工人阶级美国人困境的生动画像 一个来自被遗忘社群的亮眼星声音 以及理解唐纳德·特朗普崛起的万能钥匙 万斯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米德尔顿的耶鲁法学院毕业的 前海军陆战队员 曾撰写文章批评沿海自由派的盲点 称特朗普为大众的鸦片 他成为了一个理想的传播者 传播一个令人舒缓而明晰的神话 一方面责备白人工人阶级的问题 另一方面却免除他们支持明显的偏见者的责任 根据万斯的说法 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崛起是文化危机的结果 价值观 努力工作 组织宗教和男性气概的失败 而非种族偏见 性别歧视 仇外心理或具体的经济困境 更不用说富有且有权势的选民 他们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减税和影响力 实际上 这本书只是代表了万斯自己的声音 他对自己东肯塔基州乡巴佬大家庭的美好回忆 他在米德尔顿动荡的童年 他的母亲与阿片类药物成瘾和一连串不稳定的男性伴侣的斗争 他在其满口脏话 严厉但充满爱的祖母 称为萌茂家中找到的稳定 他在海军陆战队 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法学院的时间 以及他从这些个人经历中得出的松散的政治和文化推论 基本上就是关于自力更生的讲道 对《香巴佬的悲歌》的反应 这本书的狂热欢迎极其被批评的电影改编 总是更多地反映了观众 而不是万斯或舒本身 我在辛辛奈提长大 万斯现在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那里 当书出版时 我在哈佛读大四 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周围的人为何会喜欢这本书 万斯在书中描述的米德尔顿 一个有着旧日辉煌的钢铁城市 现在只剩下崩塌的豪宅和关门的商店 是熟悉的 我的祖母也在米德尔顿长大 并以类似怀旧的方式谈论他的家乡 当我们访问时 米德尔顿感觉比我富裕的郊区远了不止40分钟的车程 重新阅读这本书 现在很清楚万斯是如何利用这种模糊 居高临下的分离感来吸引读者的 他的书延续了将阿巴拉契亚和秀代的诊断 和粉饰的悠久传统 充斥着陈词烂调和经典的共和党话语 伪装成生活经验 如果你不知道它吸引了外部读者 现在你知道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 因为万斯在两点上是对的 在美国的米德尔顿们上升的机会更少 尽管他对真正的原因含糊其词 其中包括全球化 中产阶级的空心化 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大学费用的激增 而像哈佛和耶鲁这样的地方 也不招收许多来自米德尔顿这样地方的人 所以一本主要是关于俄亥俄州秀代地区 一个功能失调 时而暴力 但充满爱的家庭的个人历史 成为了一个地区的画像 这本书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关于阿巴拉契亚的 尽管这并没有阻止万斯对香巴佬正义 或他对阿巴拉契亚苏格兰 爱尔兰文化和道德的印象进行失忆的描述 阿巴拉契亚是种族多样的 尽管从万斯的书中你不会知道这一点 万斯曾经著名的称特朗普为美国的希特勒 自2016年以来她的说辞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但正如阿巴拉契亚作家萨拉琼斯所指出的 今天的万斯仍然是书中描绘的那样 一个擅长讨好和适应权利的变形者 2016年她瞄准的是旧派精英 这本书因其对她家人的许多色彩斑斓 有时真正令人愉悦地描述而引人入胜 特别是古怪特立独行的萌茂 以及对家庭不稳定的破坏性影响的离题 这些都贴合了我们对创伤的现代理解 在这之中 她将业余社会学与居高临下和给精英们的通行证混合在一起 她认为阶级的局限性是心理上的 她写到在像米德尔顿这样的地方 人们总是谈论心情工作 你可以走过一个30%的年轻人 每周工作不到20小时的阵子 却找不到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懒惰 她对查尔斯莫里 撰写关于种族差异的智商虚假研究的作者的工作词正面评价 认为福利助长了社会的衰败 在某些章节中 万思直言不讳地诊断白人工人阶级被情绪陷阱困扰 我们选择工作而不是找工作 有时我们会找到一份工作 但它不会持久 我们会因为持到偷窃商品并在eBay上出售 或因为有顾客抱怨我们口中有酒味 或每班次上午次30分钟的厕所而被解雇 我们谈论心情工作的价值 但告诉自己我们不工作的原因是某种感知的不公平 奥巴马关闭了煤矿 或所有的工作都去了中国 这些是我们告诉自己的谎言 以解决认知失调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与我们宣扬的价值观之间的断裂 万思自称局外人 理解到大多数人是感性投票而非理性投票 这是正确的 但他对真实的美国的广泛诊断 贯穿于整个香巴佬的悲歌 个人怨恨而非关心 从香巴佬的悲歌开始 万思的世界观似乎以这种怨恨为基础 自此以后 万思放弃了对自由派的呼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自由派 特别是好莱坞 曾经拥抱过他 据报道 他向Mega的转变是由于电影的严厉批评 这部电影由万思担任执行制片人 并将他的政治简化为一部无聊 歇斯底里的旋律剧 充满了可怕的刻板印象 和明显的奥斯卡诱尔 这奏效了 格伦克洛斯饰演的Memore 被提名为最佳女配角 霍华德 公开的特朗普批评者 表示他对万思支持特朗普感到惊讶 但他们没有谈论政治 现在决心将特朗普的共和党描绘为人民的政党 万思曾在香巴佬的杯葛中对工人阶级的责难 现在变成了纯粹的受害者心态 只有特朗普现在才能提供机会 美国的统治阶级写下支票 而像我这样的社区付出了代价 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中说到 尽管他一直在与硅谷投资者为特朗普牵线大桥 并得到了超级富豪资本家 埃隆马斯克 马克安德列森 和长期朋友彼得泰尔的支持 万思的政治表达发生了变化 他通过模糊个人事实与政治虚构 来获取权利的方式没有变 目标只是现在不同了 在电影的结尾 现在是一部纯粹的家庭剧 作为为一个曾呼吁全国堕胎禁令的人的同情工具 万思由加布里埃尔巴索饰演 在旁白中回忆起萌莫尔交给他的东西 我们来自哪里决定了我们是谁 但我们每天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万思一直是一个狡猾精明的讲故事者 而他现在选择利用曾经只是他肩上的一块沉重负担 来支持专制主义 探索更多相关主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Hillbilly Allergy 乡下人的悲歌 试得最低 Vance于2016年出版的畅销回忆录 该书于2020年 被改编成Netflix电影 由Ron Howard导演 这本书和电影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 Jay D.Vance的机会 特别是在他成为唐纳德·特朗普2024年竞选搭档之后 Vance的书以副标题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发行 描述了他在俄亥俄州米德尔敦的成长经历 并探讨了他的家庭和文化所面临的危机 这本书最初被认为 是对美国白人劳工阶级困境的生动描绘 是理解特朗普崛起的一把钥匙 然而 书中更多的是Vance个人的回忆和观察 并在这些经验基础上提出了 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概括性评论 Vance在书中描述了 他在肯塔基州东部的乡下人家族中的美好回忆 他在米德尔敦的动荡童年 母亲的鸦片成瘾 以及他在严厉的祖母 成为孟孟家中找到的稳定感 他还写了 他在海军陆战队 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法学院的经历 尤其是他作为文化一厢人的感受 这些个人经历使他的书成为一个讲述个人奋斗和成功的故事 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Hillbilly Elegy的反响既有赞同也有批评 赞同者认为 这本书生动地描绘了美国中部的现状 并提供了一些对该地区困境的思考 然而 批评者指出 Vance的观点过于简化和刻板 将社会和经济问题归因于个人的价值观和努力程度 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如全球化 中产阶级的空心化和高昂的教育成本 电影版本的Hillbilly Elegy 则受到更多的批评 被认为是一部充满刻板印象和情感化的作品 电影中的角色和情节 被认为过于戏剧化 未能忠实地反映书中的复杂性 电影由Glenn Close和Amy Adams主演 虽然表现出色 但整体评价并不高 尽管Glenn Close凭此片 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 Vance的政治立场 也随着时间有所变化 曾经在2016年 将特朗普称为 美国的希特勒的 他如今成了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 和竞选搭档 这一转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 特别是在 他将自己塑造成为 白人劳工阶级代言人的背景下 批评者认为 他的政治立场和行为 更多是出于 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考量 而非真正关心 他所声称代表的群体 总的来说 无论是书还是电影 Hillbilly Allergy 更多地反映了 Vance个人 和他对美国社会的看法 而非全面而客观地描绘了 美国白人劳工阶级的现状 这部作品及其反响 揭示了 现代美国社会中的 许多复杂问题 也展示了Fans 如何利用这些问题 来塑造自己的公共形象 和政治生涯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朋友们 让我们来聊聊 乡下人的悲歌 这本书和电影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 JD Vance的真实一面 这位从俄亥俄州走出来的杰出人物 通过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揭示了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困境 这本书和电影不仅帮助我们理解特朗普的崛起 还帮助我们认识到 那些被忽视的美国人的生活是多么艰难 Vance通过他的经历 告诉我们家庭 价值观和努力工作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哦 楚天书 真是感动得我都快掉眼泪了 但是 让我们撇开那些感人的个人故事 来看看Vance到底在卖什么葫芦 他的书不过是用来掩盖共和党的老套论调罢了 什么自己努力就能成功 还有那对穷人很少数族裔的无端指责 难道你不知道 Vance的这本书其实是为了让那些美国梦的神话继续存在 好让那些富人心安理得的继续剥削底层吗 谢琪琪 你这魔说有点过分了吧 J.D. Vance可是自力更生的典型代表 他从一个破碎的家庭中走出来 进入了耶鲁法学院 并且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 他的故事正是告诉我们 不管出身如何 只要努力 还是能有所成就的 而且他也指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 而不是一味抱怨和指责 楚天书我可不是在抱怨 我是在指出事实 Vance在书中所谓的努力工作和自我提升 其实是在指责那些因为系统性问题而无法成功的人 而他自己呢 说到底他还不是依靠了那些富有的支持者 比如马斯克和彼得蒂尔 才得以在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 他那套自力更生的说辞 简直是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一种冒犯 谢琪琪 当然 Vance得到了资本家的支持 但这不正说明了他有多聪明吗 他知道如何利用资源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这也是一种本事 而且 他并没有否认美国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只是他强调了个人努力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要从他的故事中学到如何应对困难 而不是一位抱怨社会的不公 楚天书说到底 你这种说法只是把责任推回到个人身上 而忽视了真正需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Vance的故事不过是个人的成功罢了 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现实 而他现在支持特朗普这样的政客 更是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怀疑 他的乡下人的悲歌 不过是为了让那些权贵们继续心安理得的享受特权罢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哦 Hillbilly Allergy 不光是一部书和一部电影 他简直就是J.D. Vance的个人PR广告啊 作为特朗普2024年的新竞选搭档 Vance的履历可以说是相当特别 他不是以立法能力出名 而是以他那极度Mega的观点 对特朗普的忠心以及一双蓝眼睛被选中的 Vance的崛起主要靠的是 他那2016年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 和2020年改编的Netflix电影 甚至可以说 他是白人劳动阶级不满的自封代言人 让人不得不怀疑 这个人到底有啥真信仰 书的副标题是一场家庭和文化的危机回忆录 但它到底是啥呢 有人说 它是关于在阿巴拉契亚长大的感人回忆录 有人说 它是白人劳动阶级困境的写照 还有人说 它是理解特朗普崛起的钥匙 Vance 一个在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前海军陆战队员 从俄亥俄州米德尔敦走出来 指责沿海自由派的盲点 却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文章称特朗普是群众的鸦片 他成了一个理想的传讯者既责备白人工人阶级的困境 却又为他们支持明显的种族主义者开脱 对他来说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崛起是文化危机的结果 而非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仇外 或具体的经济困难 实际上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Vance的个人经历 他在肯塔基州东部与香巴老家人共度的美好回忆 母亲与鸦片成瘾和多变的男伴斗争的动荡童年 以及他在粗口连连严厉的祖母 Mamao家中找到的稳定感 以及他在海军 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法学院的经历 这些经历让他觉得自己是文化一类 书中那些对个人经历的政治文化推论 基本上就是一切靠自己的说教 Hillbilly Allergy的热捧和电影的拍摄 更多反映了观众的心态 而不是Vance或书的本身 作为欣欣那提人 我能理解周围的人为何喜欢这本书 Vance描述的米德尔敦 破旧的大宅和关闭的商店 仿佛在回顾着钢铁城的辉煌 是我祖母熟悉的景象 Vance的书 延续了对白人劳动阶级的长期诊断和美化 充满了刻板印象和经典的共和党论调 书的成功部分源于Vance说 对了两点 米德尔敦之类的地方确实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 而像哈佛和耶鲁这样的机构 的确很少录取来自这些地方的人 于是 一本个人家庭历史的书成了一个地区的写照 尽管书里并没有真的涉及多少阿巴拉契亚 但这并不妨碍Vance对香巴老正义和阿巴拉 契亚苏格兰 爱尔兰人的文化和风俗的诗意描述 Vance曾称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 但自2016年以来 他的说辞已经大变 作家Sarah Jones指出 Vance依然是当年书中描绘的那个变色龙 善于迎合和适应权利 2016年 他瞄准的是老派精英 书中描述的家庭故事 以及家中古怪 而个性鲜明的祖母门貌 的确有些让人着迷 他把家庭不稳定的破坏性影响 与现代对创伤的理解相结合 但同时也混合了业余社会学 傲慢和对精英们的放果 他认为阶级的限制是心理上的 再说的某些章节 Vance甚至诊断白人工人阶级 被一种情感陷阱困扰 从Hillbilly Allergy开始 Vance的世界观 似乎一直在围绕这种不满展开 他不再试图取悦自由派 反而坚定地转向了Mega 他的政治表达改变了 但对权利的吸引力 依旧是通过混合个人事实 和政治虚构来实现的 电影结尾时Vance 由Gabriel Basso饰演 回忆起门貌 交给他的 我们的出身决定了我们是谁 但我们每天都在选择 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Vance一直是个狡猾 精明的讲故事者 而现在 他选择把肩上的那块石头 变成了对专制主义的追求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